启动简报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PowerPoint开起来 第一件事情其实点哪里 设计这里 先决定这个布景主题 都是这样 当然布景主题可以网络上找很漂亮的 如果在这边选音大家都一样 如果感谢,其实如果只是介绍事情 也许在这边选一个就好了 好,选完以后呢 选这个布景主题 右边有四个样式 那这色彩就不同 我希望是要用什么 粉红色的 接下来就把主题打进去 当然这个不叫一个主题 我想要介绍简报的超连结应用 标题打完,接下来副标题都是什么 名称,作者,公司名称 接下来再回到常用标签加下一页 来,我们来介绍影片 影片 影片可以怎么加呢 影片可以从这里加哦 这地方影片可以从这里可以加进来的 视讯 这个是加表格 再加图表 再加SmartR 这个是加图片 这是线上图片 网络要通哦 那这个是自己电脑的图片 点起来 好,在我们工作资料夹 离线 从我的电脑加 也可以加YouTube哦 那在我们工作资料夹把它放进来 在哪里在专案简报,你们刚不是个野生动物的吗 那当你点播放的时候,这边就可以试播了 播放长怎么样 当你点这一颗叫 投影片放映 一过来,当你点这里就可以摆播这段影片 影片就加进来 这个 这个是Windows7的电脑复顺的影片 好,Escape先离开 影片就这样加 DSC离开 来,待会请各位呢 大家看,再加一页哦 点这里就可以直接加 点这里就可以直接加 那如果要,老师如果要加两个呢 你也可以从这里加啦 插入影片在这里 视讯 这线上是网络的哦 你要点这个 从这里加也可以 如果是在这个版面可以点这一颗 如果版面找不到这个 就从插入标签点这里 就可以把刚刚的影片把它加进来 这样加也行 来,各位先试试看 把影片加进来